记者洪定洪高雄报道,高雄市小港区大陵蒲凤林宫有320年历史,9日起举行起建五朝西安清教大典,今天有余三千桌的共平普渡,因为大陵蒲已启动千村作业,这将是凤林宫在县址的最后一次盛典。 庙方表示,凤林宫的历史可溯源道清康熙36年,1697年,第一次建教室在清光绪32年,1906年,最近一次距今已39年,这次因千村受到关注,有超过两百支文武镇头参加,普渡共桌超过三千桌,是建庙以来最盛大的一次。 凤林宫的起建五朝西安清教大典,从九日起举行五天,但六开始热吃素长达八天,将于16日举办绕镜活动,昨天是普渡于三千桌,共品包括三十六头猪及四头羊,还有放水灯,号称绝对是今年南部最大的一场。 庙方强调,凤林宫有座明朝年间木制香炉,这个镇庙之宝在前年四月发炉,请示主神三府王爷,温诸池府王爷后,整建年九世修庙与外观及佛聚,去年八月竣工决定今年十二月举办凤林宫起建五朝西安清教大典。 由于政府已经展开大灵仆先村作业,所以这将是凤林宫最后一次在县纸建教,受到散居各地的大灵仆人关注,地方更是全力动员社群网站讨论热烈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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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